红旦大林浦 叶林荡花好风光 这是描述说大林浦以前的沙滩浪花 叶林都有这些东西在大林浦的海滩上面 其实很漂亮 那现在已经好奇不常在 已经成为我们的成烟往事 高雄小港的大林浦社区早期是产甘蔗的农地 全因为十大建设开发成为工业发展基地后 一间间工厂和盐葱淋漓 而工厂排放的黑烟和废料 造成严重空污和水污染 让大林浦居民长期看不见高雄的艳阳 也产生饮食安全的忧虑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为了争取理想的生活环境 洪富贤集合十几位志工组成金烟囱文化协进会 开始上街抗议且请愿输 集资北上到政府部门抗议 然而居民虽然承受不住现况 老一辈的思想却很保守 安于现状 年轻人也离开家乡求学就业 社区只剩下极少数愿意为环境抗争的人 洪富贤为了解决人力和资金不足的问题 定期举办例如社区摄影比赛 社区彩绘 以及西南风音乐祭等活动 慢慢有许多人因而开始勇敢站出来一起上街抗议 今年才22岁的林清新在金烟冲协进会的影像馆 负责记录社区拍摄宣传片 看他们用心的为社区再做一点事的话 我心想说我也要为社区做一点事 然后我就买了这台设计 几乎他们整个才会有没有 影像馆的成员平日都在这个工作室开会工作 也会和其他职工在这里一起制作上街抗议的道具 虽然大林浦社区还在抗争的路上 但透过一次次的活动唤起居民社区议事 召集更多人加入 也让外界的人更认识大林浦 期待有一天能扫除污染 让他们重建社区的阳光 重现昔日光景